第二天早上 因为我车停了光线比较亮的小区里面 然后发现我那个前挡 它里面有一把螺丝刀 就是在那个装牌照的下面中网里面 乐先生这辆本田英式派轿车 是在杭州东顺本田3S店买的 落地价17万左右 6月14号提车 乐先生说 第二天发现中网后面有把螺丝刀之后 他打开引擎盖检查 又发现了别的问题 这车卡扣上面有明显的这种 撬过的印记 基本上每个卡扣上面这里都有 这里 包括这里 还有螺丝你可以看 这个螺丝应该是没有动过的 黑的很 然后这个上面你看 一层了 上面一圈全是白色的 说明掉漆过 就是我在提车之前 它已经就是说 这个前面的保险杆 它肯定是动过的 至少是这个卡扣是撬过的 但至于里面有没有换过东西 因为现在不猜出来 我也不知道 六先生的车停在SAS店的停车场 记者拍摄时 SAS店的人就在旁边 后来一行人来到店内 记者还没有打开摄像机 一只手就按过来了 所以我们在SAS店内拍摄的 第一针画面是这样的 刚才都挺礼貌的 讲的也挺好的 对我们来进去沟通 你先摄像机放下 那这样我跟你讲 我们这边采访是要来采访的 摄像机先放下 我们今天是来核实这个情况的 你们这边能不能接受采访 我会接受 他这个车是怎么回事 先生 乐先生告诉记者 挡住摄像机镜头的男子 实际上是他的销售顾问 乐先生报了警 同时SAS店内部做了沟通 一位杨经理出面接受了采访 来买我们车的时候 是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展示的 就是这个台子的高度 就在这个位置上展示的 那么乐先生整一个交车过程 就行一个检查 对吧 经过乐先生底盘的检查 车内的检查 车外的检查 发动机舱的检查 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一个 相应的检查单据 那么乐先生认可 没有问题签字 那我们这台车 顺利的交付到乐先生手上 那边的光线是比较暗的 那本来呢 这个卡扣就是黑色的 那我看的是看发动机那边 结果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给我弄的会有这么回事 那螺丝刀当时有没有 那个看一下 螺丝刀当时没有注意那个地方 因为它隐蔽在里面的 三四店的杨经理告诉记者 乐先生这辆车 是5月29号上的展台 就在画面中的这个位置 三四店的工作人员 打开了展厅这辆车的引擎盖 关于塑料卡扣和螺丝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看看 跟乐先生那辆车做个对比 我本田配备的工具 没有磁类的螺丝刀 包括这个颜色的都是没有 所以我们也就比较那么一级 我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把 而且非跟我们工具相关的螺丝刀 我还用手掏了一下 乐先生你看这个螺丝刀还能拿出来 我说啊 杨经理现场演示 把螺丝刀从中网后面拿了出来 可以看到螺丝刀的饼是橙色的 整体看着很旧 刀刃周围一圈已经生锈 有工作人员拿出了他们车间里的螺丝刀 饼是绿色的 调阅了相关资料及相关的一个证据链 那么都是没有动过这辆车子 都是正规的厂家流程来进行一个比配交车程序 为了解决客户的疑虑 那么我们来共同 那么那个乐先生提出有个第三方机构 来进行对这辆车进行检测 可以我们来配合 那么您在场我们也在场 三方机构也在场 那么来进行共同来看一下 拆开来看一下 让他去鉴定一下 这辆车是否有动过 或者是维修过 这个这么一个情况 杨经理提供了这辆车在展厅的照片 说是6月3号拍的 照片里拍到了车头的位置 后来杨经理有给记者发来几张图片 同时发来的还有几段文字 说是6月10号 乐先生订车时的验车截图 可以还原当时此位置视角下 前内有没有螺丝到 6月11号 车辆离开展厅的视频截图 明确车辆相关位置没有螺丝到 乐先生提车当天 车辆离店前一小时的验车视频截图 明确该位置没有螺丝到 对此乐先生回应 视频截图到底能不能体现出 车子中网后面有没有螺丝到 他得打个问号 此外 他还提到了另一种推测 他说展厅我在那个位置可以看到有没有洞性 就是那个中网有没有螺丝到 那这个时候我 哪怕是我看到了 那是没有的 但是后期比如说我车 因为我车开出去过了嘛 然后他那个 开出去因为速度过快 螺丝到在卡住的位置 刚好螺丝到掉下来了 那这种状况 产生的话 那他在店里面 我这个螺丝到 我确实是看不见了 乐先生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12345热线 他会等等职能部门的回复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